中南部连日的大雨量灾 农委会今天也公布了 截至下午5点为止 农业产物跟民间设施 估计损失大概是3亿3484万元 其中高雄市损失达到了 5897万元最为惨重 接着是云林县跟南投县 而受损最严重的作物是木瓜 其次为若花生 龙眼 火龙果跟丝瓜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前往勘灾 强调会有现金补助跟低利贷款 来帮助农民 抽水机不断抽水真的好惨 这一整片瓜田全都泡烂 中南部连日大雨一样惨的 还有这一大片刚开始生长的玉米 金都已经弯折 有的甚至倒幅沾上污泥 农民心血几乎报废 花生田则是严重泡水 农民下田巡视灾情 挖出土里的花生苗明显变白 全都烂了 农委会9号公布截至下午5点为止 农业产物及民间设施估计损失剂3亿3484万元 高雄市损失5897万最为惨重 然后是云林县跟南投县 受损最严重的作物是木瓜 其次是若花生 龙眼 火龙果及丝瓜 没在榜上的作物损失也不小 花椰菜泡烂 冲田泡水 农民的心在糖雪 农委会主委成吉仲前往勘灾 做出承诺 就是今天公告以后 农民去乡镇区公所申报 乡镇公所的同仁 不需要再到现场去看 有没有20%的损失 除了减化现金补助的流程 也会有低利贷款 只是随着天气回稳 稳度升高 农损情况还会持续增加 农民叫苦两天 记者中部 纵报